好 现在不满政府要对劳工提告 有劳工团体就扬言在跨年夜的当天晚上 要号召400位劳工瘫痪台北捷运的板南线 听到这个消息很多都吓一大跳 因为在跨年夜北捷的流量至少上看200万人次 现在捷运公司跟警方是严正以待 五十几位劳工团体代表带着斗笠 在西门捷运站以六步一跪方式表达诉求 因不满政府要对劳工提告 劳团扬言在跨年夜当晚 号召400位劳工瘫痪北捷板南线 到我们劳工时代没有太无理由 西门丁到市府捷运站有四个站没有月台门 是北捷评估最可能被瘫痪的地点 北捷警队计划在跨年夜增派警力 因应跨年夜北捷规划 猫懒延长营运到1月1号凌晨两点钟 也就是能够在猫懒看烟火秀 当天除了小壁坛与新北投资线以外 其他捷运站都从12月31号早上6点开始 一直营业到1月1号晚上12点 42小时不打烊 北捷也喊出加分提前走口号 宇宙市提早加职分散进城 提早出门前站下车多走几步 做好万全准备才能开心跨年 避开延潮 这是台北综合报道